各位同心我們在一分鐘之後開始準備上課 在一分鐘開始上課 在一分鐘開始上課 各位同心我們請就座 我們現在要開始準備上課了 再麻煩一下 再檢查一下自己的手機 看有沒有關機翼或關震動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陳泰山 陳老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一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大家早 我今天起得特別早 我四點就起床了 然後從三軒台出發到花磊火車站 然後在做最早的一班那個 Pyuma上來 趕得上 剛剛我們那個小菜排的時間很精準 我到這邊只剩下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上廁所 很高興大家都是有福氣的人 為著台灣的未來來努力 我在坐火車的時候碰到我以前的那個軍中的 算是我的長官 他是職業軍人 他就問我說我最近在忙什麼 所以我們就不小心就談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發現原來台灣人真的是中毒太深了 中毒非常的深 你怎麼跟他講 講不通 我說那你就去當中國人怎麼樣 他說不要 我就覺得矛盾 我說那你當美國人怎麼樣 他說我為什麼要當美國人 大家一直在這種混亂 模糊的地帶 然後呢 來怎麼樣 那個 之前他們常常講的 保持現狀 在這個模糊不清楚自己國家地位的那種狀態中 來維持現狀 那結果真的是 專家說的那種什麼 絲什麼 絲膜 對 膜症 有這個症狀的人 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症狀 有這種病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從各國利益中看到台湯文的未來 我叫Gazzo 阿美族的名字Gazzo Gazzo就是有眼見有眼光的人 就是 Gazzo就是我們阿美族 以前為了要敵義 義主侵入到我們的領地 然後去在很遠的地方 比較高處的地方設置那個遼望台 遼望台就叫Bikazzawan 就是看遠方的一個地方 觀察敵情的地方 所以那個叫Gazzo的人都叫英雄 所以因此Gazzo在阿美族的社會裡面 是蔡奇阿名 蔡奇阿名 所以我們要叫Gazzo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回頭 所以你要講他的爸爸叫什麼 對 那個網路那邊是講Gazzo 就直接翻成中文叫高潮 OK 這個你們可以上網 你只要打高潮 他就會有那種節目 好 那今天從各國的利益中看台灣的未來 其實 我們先看下一頁 我們先看 好 未來跟國之間的衝突的核心 都來自於能源 能源的取得 能源的取得以掌握 現在我們看到的東海的衝突 南海的衝突 就可以知道他們對能源的需求 其實比對台灣的那種取得還更重要 好 什麼能源呢 因為油泉 主要是以油泉天然氣 產生的 油泉在哪裡 就會在那個地方就會產生徵突 那個衝突 在東海呢 就是我們講的釣魚台 東海 東海被聯合國的遠東經濟委員會 稱為第二個中東 他的石油量 印產量非常的多 南海就是 領土爭議嘛 中國與越南 中國與菲律賓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沒有進來 在過去 大家還沒有在爭這個石油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角色很重要 1971年的中華民國很重要 因為那時候蔣介石畫了十二段線 十二段線 現在中國把它變成九段線 好 這個衝突 我們看這個是2013年 防空識別區 這個紅色的部分是後來去年中國人畫的 中國畫的 這個黃色的部分是很早以前 美國人幫日本人畫的 防空識別區 我們來看這個釣魚台的 跟台灣 跟日本 跟中國的距離 這個領土 這個釣魚台為什麼爭議那麼大 就是因為釣魚台裡面的石油印殘量 太豐富了 就是被稱為第二個中東 那從整個地域來看 事實上它離台灣最近 但是離台灣最早的 日本的鼠島是宮古島 這個 它的距離才100出頭公里 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台灣 已經怎麼樣 已經是在日本的領海裡面了 中國就硬說這個是我們的 所以他要拿著這個釣魚台 來談主權的問題 因為釣魚台的油要抽 你主權問題沒有談清楚 會引起很多的那個 會產生 也有可能會產生戰爭 現在都已經在戰爭的邊緣 好 這裡 中日雙方都有 在東海主張的經濟海域界線 油田的位置就是這樣 中國就有5個了 龍井 這裡 這邊就3個 讓大家知道 現在他們又準備要再增加一個 再增加一個 好 這個就是現在建設中的春小油田 已經蓋到這樣 已經差不多準備要抽油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海間船 他們就認為說這是我們的 他們現在那個時候可以這個樣子 是因為今年的4月24號 發生了什麼事 歐巴馬博士去日本 宣布 那個 日本集體自衛權 可以行使 他要支持日本 那個什麼 執行集體自衛權的權利 也就是說日本可以發動戰爭 之前就去上和平條約把他綁住 美國人把他綁住說 你們不能 你們只能有自衛隊的性質 不能怎麼樣 你們沒有發動戰爭的權利 好 現在他們不敢再繞了 因為日本人可以發動 我幫你 我可以 你再來我就把你炸了 好 那台灣人怎麼樣看釣魚台 我們真的是被騙的 對 馬英九那時候還在美國的時候 第一 他是我們說他是什麼 釣魚台的英雄有沒有 搞得我們台灣人都那個 搞糊塗了 那台灣人怎麼樣看釣魚台 台灣人什麼 日本跟台灣達成協議 日本的管轄那個管轄的地方 可以讓台灣的漁民去捕撈 這是什麼什麼邏輯 他為什麼不允許中國的漁民來 來這邊捕撈 大家思考看看 這個都已經是現在進行事了 好 這是陳文謙 民國日報的 寫的 他說不要自欺其人 彈一拳 我們看這個 中日兩國內部的經濟 及霸權主義壓力 都逼著釣魚台主權 越來越接近攤牌的時刻 中日 中國跟日本兩大國 爭的是油 只有台灣人怎麼樣 要的是魚 好 這個是釣魚台的 常有大量的石油 釣魚台而已 中國就可以用80年 日本可以用100年 他的價值應該是超過這個 這是初估了 賴四寶 大家都認識 他在節目裡面 換算平均 給2300萬的台灣的人口 一個人可以分到800到1600萬以上 所以 所以看這個 釣魚台對中國跟日本 比台灣還重要 這個就是正確答案 所以台灣其實是 就好像剛剛那個 老師講的一樣 中國跟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謀要奪取台灣 那真正要奪取台灣的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本對台灣沒什麼興趣 這個毛澤東早在1949年1950年的時候就跟美國講 台灣我們沒興趣 但是為了要跟他跟中國談同意 為了要中華民國想要在台灣怎麼樣 搞獨立 所以搞得我們台灣人都混亂了 都混亂了 好 沒有能源沒有經濟就沒有未來 中國跟日本 他們都怎麼樣 能源短缺所苦 所以中國才會用天價 併購美國的石油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幾個油田 就是美國人賣給他們的 美國人要錢嘛 缺錢 就跟中國談生意 結果沒想到 美國還是 道高一尺 我高一丈 二十一世紀世界強國的概念不是金氏 而是能源 這是石油印殘量 一千億桶一兆美元 這個我們都知道 南海的是也有兩百億桶 兩百億噸 我們來看有了利益 這邊我們注意看這個 一個強大國家對於該國經濟利益 與海軍實力是 是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海軍可以到達的地方 那裡就有我的利益 所以要讓你的經濟實力強大 最重要你背後要有什麼 軍事的力量 軍事的力量 所以現在各國怎麼樣 開始提升戰備 連越南 蘇聯的他也要 美國的他也要 美國的武器他也要 為的是什麼 控制南海的什麼 石油利益 去年 越南 已經得到好處了 他們去年 越南在他們的領海 已經賺了300億的美金 300億的美金 所以他打死 死了也要跟中國人拼 對不對 這個很正常 我來看中國 我們來看他們 是怎麼樣 中國是最近才有海軍的 他的空軍 以前都不是我們的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的對手 他們一直是入權的國家 一直到了最近 他們發現要有海 你要去抽石油 你必須要有海權的能力 作為經濟利益的後盾 南海將在兩年到三年內 會有兩艘核動力的航空母艦群 甚至於他們的什麼 潛水那個核潛艇的地下基地 所以他們要稱霸南海的企圖心很明顯 所以美國人也不是瞎眼 瞎子 他拿到了台灣的佔領權 當然這邊的好處一定是有他的 因為佔領代表怎麼樣 是一種 佔領戰敗國的土地 是怎麼樣 是一個戰爭的賠償 所以他們就在 他們就有權利怎麼樣 去取得這邊的任何 可以使用的一些財產 動產之類的 這就是這個是被拍到的航空母艦 他們是要發研發裡面的 洞裡面的 所以這是美國海經情報部門的發現說 三亞是建造了亞洲最大的核潛艇基地 中國在海南三亞地區部署了解放軍最新型的核潛艇 重點在這邊 8000公里的巨浪二型潛射洲際彈道導彈 他說我可以打到你們美國本土 美國人不要太囂張 這個是被拍到他們用最新型的094戰列導彈的核潛艇 我們來再看日本 日本二戰以後就一直處在不正常的主權獨立國家 不正常 就是光是他那個麥克阿瑟給他修了兩條他們的和平憲法 他們就變不正常了 所以安倍一上任就可以怎麼樣 一直在操作智慧隊的被動防衛 透過修憲轉型可以發動戰爭的國防軍防衛省變成國防省 預算逐年增加 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任何一個首相都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今年的4月24號這個事情就兌現了 我講的這個事情是在4月24號以前我們就開始講 就發生了 就兌現了這個事情 這個是日本昌榮號的前提 日本還在被那個什麼 那個自衛隊綁住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閒著 日本人也沒有閒著 那時候我們在上課 秘書長就說 你們不要小看日本人 日本人他們的核潛艇自己做 但是因愛與自衛隊的關係 所以他有限制你潛水艇的數量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核潛艇服役一年就要退休了 就要放到他們的冰箱裡面就是把它保存 然後等到自衛隊這個集體自衛前 修掉之後就可以拿出來用 可以公開拿出來用 所以秘書長說 你不要看日本 其實他有幾十艘全艇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參榮號就剛剛那個 2005年動工 你看每年 5 6 7 8 9 11 下水 7 8 9 11 服役 9 10 11 12 13 15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製造商 山林重工 穿起造廠 每個企業造一艘 每個企業造一艘 所以他們的數量很穩定的成長 很穩定的成長 好 我們來看美國 美國中東防空戰爭之後 2006年轉向亞太 建構一套全球最大的防疫體系 就是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還有第三島鏈 那重返亞太的用意是什麼 為什麼在亞洲要把地表最強的航母 移防到台北 就是福特號 這個是屬於超世紀的航空母艦 比現在服役的尼米茲級的 布希號也好 雷根號也好 都更強大 更先進 所以專家說這個福特號 目前中國要追 三五十年還追不到 第二個就是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直升機 賣給台灣 這個是有它的戰略的用意 然後要配合演出 為什麼要把最強的攻擊戰鬥機 部署在東亞 就是沖繩島那邊的美軍的基地 那邊部署了12架的F-22 F-22目前地表上最強的戰鬥機 好 再來 好 這個就是4月24號的事情 這個是天皇 這個是歐巴馬 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結果這個最有權力的人 如果那個照片我沒有把它弄出來 你知道他第一次看到天皇的時候 你知道歐巴馬的態度是怎麼樣 跟那個天皇用90度的 急功方式跟他敬禮 跟他敬禮 表示說我們非常尊重你 值得敬畏的一個長者 那這個其實天皇只陪歐巴馬走16步 16步以後是由歐巴馬來教育日本的什麼樣 軍隊這個是意涵就很明顯 很明顯 好 這個是安倍跟歐巴馬宣布什麼 美日安保教育台 美日安保 在美日安保第5條 好 這個就是媒體的 我把各大媒體的裡面的內容給他弄出來 把這個重要的 好 自由時報 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然後他間隔諸島就掉一台 美日安保條第5條 這個是講掉一台 事實上美日安保條是涵蓋了 台灣一直到南海 一直到南海 好 歐巴馬說要前面支持 前面支持 怎麼樣 檢討解禁 要解除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好 歐巴馬又說 反對中國用無力改變現狀 好 所以以及反對中國在東海 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這是今日新聞網 好 這個我們看就好了 好 這裡 我們看這裡 歐巴馬說 在我的指揮之下 美國與日本等同盟國緊密合作 再次扮演主導繳稅 歐巴馬說 我要親自主導這個 亞太再平衡的政策 那有記者就問說 這個 釣魚台適用以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 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 有人記者就問說 如果中國用武力進犯釣魚台 將釋同對美國動武 後來又有一個更天才的記者問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武力呢 好 他們就很明確的答覆 釣魚台主權內 美國怎麼樣 怎麼樣 把它作為什麼 釋同外國武力 你看得懂這個意思嗎 這不是我們發明的 這是美國人講的 也就是中華民國一樣 你敢去 你試看看 好 什麼是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 共同防衛 各地國 宣示在日本施政的領域下 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 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 採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險 OK 也就是說 如果美日安保條約把台灣納入的時候 管你哪一個國家去侵犯 日本就有權利怎麼樣 出兵 出兵 所以 台灣人不能再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世界 也不能用台灣人中華民國的思維來看美國 或是看日本 看越南 看菲律賓 那樣的話 永遠我們都會被怎麼樣 存在這個模糊的狀態 好 集體自衛權 當與本國關係密切的他國 本國密切 本國密切關係的他國 遭受到無力攻擊時 即使本國未受到直接攻擊 也擁有使用無力阻止攻擊的權利 OK 這個就是怎麼樣 安倍所講的 允許自衛權 使允許集體自衛權 讓大家知道4月24號是一個大日子 是一個大日子 非常重要的日子 好 就街上和平條約的第5條 這個就是集體自衛權 我們有空自己看就好 好 這邊這個就是在強調 這幾年來第一位 敢跟全世界講的美國總統 好 好 這個亞太區域 美軍基地的佈置 這邊其實 台灣 中華民國也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要恐嚇台灣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中國很強大 美國離我們好遠 其實不遠 就在我們的附近 就在我們的附近 就在我們的上頭 上面也有菲律賓 4月24號還有一件事 25號吧 他去菲律賓 就跟那個艾奎諾三世 說我要在你們的 蘇比克灣那邊 我們要重返 但是我們不能講重返 我們說我們是屬於 三天捕魚 兩天賽魚王 所以那個不叫做進駐 那個叫做那個 那個算是駐區 駐區 所以我們不要 千萬不要被這些 中國人的言語 所蒙騙 美國人一直就在我們的身邊 一直就在我們的身邊 只是他不要讓我們看到 這是美國人一概的 過去都是這樣玩的 他們的玩法就是這樣 你會突然間 美國人就會告訴你說不能那樣 這也是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在建議裡面有寫一封 他 他在任內所發生的事情 他說我想要怎麼樣的時候 突然間就有 有人告訴我說 不是這樣 那個陳水扁本來有一次 就有一次真的想要去幹蠢事 就突然間 那個AIT的那個主席 楊書蒂就突然出現 在他的面前 就訓斥他一頓 你再亂搞 給我試看看 陳水扁就在楊書蒂的面前 怎麼樣 立正站好 所以這是他自己寫的 我們看過他裡面寫的時候 怎麼總是看不到人 結果總是會受到影響 好 這個是 這個已經換掉了 就是今年的事情 就是前任的 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 曬希爾哈尼海軍上將 說美國太平洋艦隊 今後的重點是中國海軍 就直接了 不要客氣了 幹嘛 美國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 很多事情要解決 很多事情要解決 而且 美國重返亞太的理由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只有四個字 人權問題 亞洲有什麼人權問題嗎 你們想要 對 就是台灣的人權問題 還有一些主權的問題 好 這個就是第一島鏈 這個第一島鏈是 那個 杜勒斯1945年就把它畫出來了 第二島鏈在這裡 第一島鏈 有沒有 日本 沖繩 台灣 菲律賓 一直到下面 有一個待會會有更完整的 更完整的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4月28號 美國跑去菲律賓 跟美國講的 有沒有 他們簽了一個十年的合約 菲律賓國防部長 加明是以美國駐飛大使 代表簽署了這份新協議 強勁與持久的戰略夥伴關係 這都是為重返亞太 有沒有 這是第一島鏈 勾上來 勾上來 現在連越南也把它納進來了 現在美國一直跟印度 結盟 跟美甸結盟 就是要怎麼樣 把中國包圍起來 然後一直到新疆 新疆是它的後門 所以這個戰略很清楚 就是要瓦解中國共產黨 就是據蘇聯解體之後 第二個要被解體的 美國的對象 假想敵 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個就是 就是這裡 美國防部長 美國國防部長說 美國將在2020年前 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 屆時將有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 為什麼 為什麼無厭無故把60%的武力放到太平洋 這個美國人做的事就是這樣 他們在戰略部署就是非常明確 我不是講一講而已 我是 我再跟你講好話 我的兵已經到 已經兵臨城下了 有一次那個希拉蕊還在仗國務卿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給中國的外交部長 他就說 老哥 老哥 不要打仗 我們好說 好說 有話好說 結果這邊講好說 好說 有話好說 結果美國就派什麼 F-22派一些什麼精銳的那種戰機 船艦 就偷偷地跑去 跑去哪裡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沖繩加首納基地 或者是到嚴國基地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好話的時候 我底下已經在部署了 也就是說 美國在講之前 他已經先部署完了 這就是美國人的風格 一直是這樣 以後也是那樣 這個加首納 這個 12架最新銳的什麼 隱身逆中F-22型戰機 這一次這個F-22 有去哪裡試那個那樣 增加什麼 戰爭的經驗 這一次ISIS 那個伊斯蘭國 原本F-22來這邊是要看 要不要中國要不要拿來 拿我們的F-22來試看看 讓F-22有那種實戰經驗 現在F-22最讓人家 過病的就是他的實戰經驗不夠 我們號稱是最強 可是 還沒有一個實戰經驗的時候 還不能算是最強的 這就是F-22 這個F-22 這是編隊 這一次去敘利亞空襲的 就是這種的F-22戰機 這個是我從那個 這個中國人的角度 他說 F-22首次投入實戰 對中國來說不是個好消息 這個中國人的角度是怎樣 他們的立場是怎樣 好 這個就是空襲的那個 我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個F-22 因為F-22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說 台灣已經有兩架了 我們不知道而已 他也不會告訴我們說 他來的話可能就是來 可能就回去 那這個都是秘密啦 不會告訴大家 但是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也就是說當發生戰事的時候 他要來隨時就來了 隨時就來了 這個美國人不會給你講說 這個台灣是我的 怎麼樣怎麼樣 不像中國是用講的 他做不到 他們很會講 很會喊 台灣是我們的 我們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美國人就在旁邊看 是嗎 來比拳頭啊 那就不敢了 就不敢了 這個就是F-18大黃蜂 現在這個目前美國 美國最強大的這個 四代半的戰機 大黃蜂戰機 就是在轟炸的都是這一些 在蘇聯的話 他們為了要應付 他們也要有艦載機 所以他們就研發什麼 蘇凱33 蘇凱33的戰機 好 這個就是那個 ISIS 值得注意的是 美軍投入F-22戰機 也投入這次的空襲 這是2005年以來 F-22首次參加實戰 也就是說美國也要準備怎麼樣 我們的武器不錯 需要的趕快來跟我買 跟世界各國宣傳 這個就是那個 美國人也是很不得已 不想管也不行 還是要過去 所以他現在不主導給人家主導 我們出飛機就好了 你叫我們炸哪裡 我們就炸哪裡 好 這個就是那個 好 這一次這個也有參加 B2幽靈戰力轟炸機 你看 你看它這個 最可怕的是這個 這個不炸爛也很難 這個看過就好 好 當然美國說這一次 先不會宣布 宣布說F-22不會出口 它遲早會賣 遲早會賣 然後F-22 它的比例有F-15 現在F-15是日本 日本現在還在用 還有幾個國家還在用 它的折損率 如果當F-22跟F-15對戰的時候 一架損失F-22 可以讓20架F-15損失 然後跟什麼 蘇凱37 蘇凱是1比10 這個蘇凱37算是 那個蘇聯 蘇俄 俄羅斯的第五代戰機 最精銳的戰機 但是它還是1比10 5代機對5代機 那個F-15算是4代機 如果說F-22面對的是什麼 2代機像我們的F-16 IDF 或者像他們的 1010 1011這種的 根本 人家是這樣講 我就保留了 他們說 一架F-22可以抵100架到200架的 2代3代的飛機 因為2代3代以下的飛機 它沒有辦法遠距 怎麼樣 那個作戰 F-22可以 你還沒有看到它 你已經被打下來 你已經被鎖定了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做模擬的一個空戰 好 這是蘇凱37 這個飛機是很先進 其實它的性能 如果近距離搏鬥的時候 這個會勝過F-18 也會勝過那個 因為美國它已經 他們發展的是遠距作戰 所以他們已經不會像 像之前F-16 他要強調的是纏鬥 所以二制的飛機 都還在強調那種 纏鬥的那種空戰 最重要的是 15分鐘就可以進行 以我們台灣的那個飛機來的 我們這才45分鐘就90分鐘 對 很久 你下來要等很久 人家已經把你打爛了 你還沒有辦法還沒有取飛 人家不是 人家就上去上來 15分鐘就上去上來很快 F-22 給我們台灣人算是也是很優秀 IDF戰機的設計相同 到近距道 S型通道 為什麼 要逆中 所以我們IDF要逆中很簡單 塗掉 塗一塗就逆中了 因為你不能讓他發現什麼 近距道的那個 只要看到他就馬上就 在雷達裡面就會顯示了 好 這是援國基地 援國基地裡面 其實他未來是美國最重要的一個美金基地 把所有美 北邊的南邊的飛機 往這個地方移 他會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他現在開始在部署了 美國已經開始在部署了 這就是大黃蜂 這移音室 這個移音室 這個運輸機 它不但速度快 而且它的載音量也大 它的載音量也大 因為它很輕 它用複合材料去製造的 這個它起飛的時候是這樣 它要速度要很快的時候 它就變這樣 變成這樣 90秒 它就可以90度 90度 它會自動在空中就這樣 那援國基地跟台灣有一個 跟援國基地有一個雷達 跟台灣也有的是一樣的 跟菲律賓也有 它形成一個重要的什麼 鷹眼 就是未來 這個雷達非常的重要 這是F3 我們來看這個 援國基地 這個 這個是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 新竹 熱山的雷達站 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 搜索 我們台灣在這裡 這個雷達站在這裡 它可以搜索這麼大的範圍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幾乎都怎麼樣 被包含在裡面 也就這個是什麼 這個雷達它的功能是什麼 這個是屬於 這個雷達站它的功能是 疫情就是專門針對導彈 尋個飛彈 中國不是講說他們有東風二十一型很強嗎 就是要提前做預警 也就是說你在發射的時候 我們這個雷達就已經發現了 也就是說你從這裡發射 他們以為說他們會從這裡發射 不用 他們從這裡發射 你一起來 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去會去做什麼 去做 去做攔截 那美國現在說他們 我們愛國者很爛嘛對不對 可能三枚只種一枚 萬一他們用飽和供給的時候 總是十枚裡面也會種一枚 好 美國現在研發了更強大的那個什麼 攔截的 攔截網 它會從外帶 往外太空 用雷射 雷射光束 或者是用電磁彈去做 去做攔截 因為他們 這一個那個導彈有沒有 它的速度至少6馬赫嘛 可是電磁炮的速度是8馬赫 比它的速度會更快 如果你用愛國者根本攔截不到 因為它的速度比他們更快 所以你發射的時候 人家已經過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研發的這個 這個還是機密 在美國的武力來講還是機密 那主要的是我們要知道 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 在台灣的軍事部署 台灣不是沒有 美國沒有不是做部署 沒有沒有做部署 這個就是 鋪路爪 長城 預警 雷達 這個是美國在台灣部署的一個 到目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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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美國人在看的 所以 黃皮膚的人不能進來 他旁邊掛的旗子是美國的國旗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所以可以證明說 這個是美軍親自來台灣部署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媒體不播這個東西 也不會告訴我們說他們來 不會 美國也希望說你們不要抱我們好 你看 有沒有 他不但可以打導彈 也可以怎麼樣 打潛艇 那個不是打潛艇 就是說他可以掃天空的 也可以掃水底下的 你的核潛艇在哪裡 一目了然 也就是說未來的戰爭就是 現在連 因為中華民國被美國要求說 你們要配合 你要變成我們的整個協防的範圍 那個一環 你們要配合我們的戰略 因為這個 這個雷達戰 這邊也有一個 菲律賓也有一個 嚴國基地也有一個 那這三個雷達戰是怎麼樣 連結到關島的 他們的情報 那個整個情收的中心 也就是說未來台灣的空軍 或者是日本的 或者是菲律賓的 上去 是聽這個 這個美國 中心這邊來怎麼樣 來控制 來怎麼樣 來 來去攻擊 還有指揮 也就是說 可能那飛行員起飛 他就帶那個AIM-120 或者是帶導彈之類的 他飛上去 他們不知道要幹什麼 然後突然間他的 頭盔就會有那個什麼 螢幕說 你現在這個時候 瞄準哪裡你就發射 就要發射 然後就命中目標 好 回去了 回去了 境外決戰 也就是說不會在 不會在這邊打 遠遠的地方 一百五十公里 兩百公里 就打完回家 再補什麼 補彈藥 也就是幾乎你的折損率是 接近於零 除非是你自己的飛岸的問題 否則的話 應該那折損率是有點像 那個這一次 美國打那個伊斯蘭國一樣 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折損 只有你們自己對撞的可能性而已 自己人 撞自己人 所以未來 中華民國的空軍要配合美軍 美軍現在也要求他們 因為我們離大陸太近了 所以 美國也很清楚 台灣的一個戰略地位 戰略地位 好 第二個 美國什麼 又給台灣 在台灣部署什麼 P3C P3C 我們P3C12架 僅次於韓國 韓國16架 日本100架 美國167架 這個P3C針對什麼 它是反潛 P3C本身它有武器 它有武器就是那種 生水炸彈之類的 這邊的一些數量 那我們現在P3C的12架 正常伊房到屏東 其實P3C在屏東 主要的目的還要去看什麼 巴士海峽的潛艇 跟南海的潛艇 他們要去做那個 就是所謂的什麼 第一島鏈 美國要完成怎麼樣 略戶座的防線 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空中的地面的 陸地上的飛 導彈也好 空中的飛機也好 水底下的 水底的潛艇 跟水上面的航空母艦 全部都會在怎麼樣 他們的視線範圍 然後去做攻擊 所以戰爭是這樣打的 不是我們印象中的 中國很強大 有什麼 有遼寧號 有什麼 有什麼 他們蘇凱 他們千石無自治的 未來還會有什麼 T50什麼之類的 那些戰機 沒有錯 他們的纏鬥力很強 可是美國人說 我不是跟你這樣打仗 規矩我來定 規矩我來定 作戰的方法 的規矩 我說了算 我說了算 你們用刀劍 要近距離 怎麼樣 施殺的時候 我們已經用槍了 美國人是這樣子搞的 所以戰爭的遊戲是 美國人在怎麼樣 在部署 中國跟俄國還在製造 還在研究怎麼反制 還在反制 還怎麼製造還反制 因為現在 像這個 美國會把這個帶進來 這個福特號 這個超世紀的戰艦 20億的戰艦 他現在改成 CVN21 福特號 他裡面會搭配 那個 會搭配什麼 未來會有什麼 雷射炮跟那個 那個電磁炮 電磁炮就是八倍音速 沒有任何導彈可以抵得過 這個他在做近距離做 做防護網的時候 他們很很重要的一個那個 那未來這個福特號戰艦上面的飛機 就是F-35 F-35 F-35 閃電2戰鬥機 F-35 他還有那個 他這個很多 還有 還有 I guess 那個 無人戰機 已經成功在 不需要起飛了 好 南海各國都 國防都起來了 唯獨台灣怎麼樣 台灣的中華民國在裁軍 意氣在2015年 軍隊減少到12萬 解除國防軍轉型為智慧隊的性質 因為被告了 民主長去告了 跟美國講說 中華民國是 武力強大的 世界武力最強大的恐怖組織 因為他不是國家 國家才可以有軍隊 你們一般的政府 流亡政府也好 你只能有什麼 智慧性質的武器 所以美國人不是不想賣武器給台灣 台灣有錢可以買 問題是 他們不能亂賣 除非他們有軍事部署的需要 否則的話 沒有辦法 所以呢 國防部就今年 做兵力規劃的時候 永冠就跟馬總統 馬英九先生 怎麼樣報告 結果馬英九說 17萬太多人了 再採 再採 美國的壓力 美國壓力 異估會金檢到13萬人 這是明年的事情 2015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2015年福特號也是來這邊的時間 F-35也是服役的時間 都是最先進的武器 然後馬英九先生說 我們目前募兵 不好啦 怎麼樣 怎麼樣沒有辦法打 兵兵做好 就跟人家發牢騷了 後來馬英九先生就說 現在軍人總佔什麼 0.9% 這比例太高 未來能維持0.6%到0.7% 就足以維護台灣安全 13萬可以維護台灣安全嗎 那一定是有美國人手才有可能 對不對 就是整個島鏈一定要做協訪 做串聯才有可能 所以這個戰爭性質是這樣 我們的戰略性質是這樣 所以中國敢出兵嗎 不敢 因為中國本身怎麼樣 本土就有11個安全問題 我隨便講一個就好了 新疆的 他們要搞獨立嘛 西藏也想搞獨立嘛 中華民國也想搞獨立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到時候中國就會變怎麼樣 大瀉八塊 95年怎麼樣 各國列強又來 列劫 可能又回到那種 戰亂的時期了 所以他不可能為了 打台灣為了是什麼 其實都是中華民國的什麼 謀略 那個陰謀 因為他們國共和解嘛 國共和解了 當然好兄弟 幫忙 老大哥可以幫忙把台灣要回來嗎 對不對 幫個忙嘛 對不對 美國人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 該回去你們就要回去 但是 我們也不排除 美國會跟中華民國有結盟的關係 因為他還是要有一個反共的一個什麼 一個盟軍 盟友 因為美國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共集團 B3C之外還有什麼 E2T E2T 現在改成E2K 我們現在台灣用的是E2K E2K就長這樣 你常常我們在那個什麼 不是常常看到這種上面有蓋子的 有那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斗粒 這個是空中預警機 所以每一架飛機 每一架飛機的功能不一樣 P3C是潛水艇 這是空中預警 那個要熱山基地那個是導彈 那個是全部都給你了 所以你看他幾乎是天螺帝王了 灑下天螺帝王了 你們出的任何一個我們都很清楚 中國在那邊驚言什麼什麼 美國都很清楚 不想不想告訴你而已 不想告訴你 好 台灣處於東北亞以東南亞的接點 並位居第一島鏈的那個樞紐 在陸海空拳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所以大家回頭想一想 來我回頭想一想 美國會同意把台灣給中國嗎 在戰略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為什麼 台灣必拿掉不是太平洋 他不就隨便去租路了嗎 所以台灣怎麼可能會 美國怎麼可能會同意 台灣會給給中國大陸呢 所以還在騙嘛 繼續模糊嘛 繼續模糊 好 第二個 台灣如果被中國侵略 或者是被中國怎麼樣 武力 用武力去怎麼樣攻擊 第一個跳腳的是什麼人 不是 日本 日本第一個跳腳 為什麼 這個牽扯到日本這個國家的經濟利益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台灣海峽是怎麼樣 商船 航行啊 這個是通道 不會有商船說笨到要從這邊走啦 道理很簡單 日本人走這一趟海到這裡比較近 還是從這裡繞比較近 所以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差幾倍 兩倍嘛 時間也兩倍 耗油也兩倍 所以 當然中國希望台灣變他的啊 為什麼 可以至少可以牽制日本啊 跟日本說我要過路費啊 否則的話你就 從太平洋繞路啊 所以不可能 在美國的戰略也好 在日本的戰略也好 完全沒有那個可能性說要把台灣變成什麼 中國 那中國人講說台灣是他的 那又是什麼 就騙我們嘛 對不對 就是配合中華民國演出 中國要配合中華民國演出 好 那個第一島鏈是 日本 沖繩 台灣 菲律賓 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 現在一直到這裡 連越南可能也會參與了 緬甸 整個 包圍起來了 包圍起來了 好 就這幾個國家有沒有 第一島鏈 好 再來 利益衝突 引發戰爭 我剛講過嘛 海軍的實力跟什麼 經濟利益意識 被視為一件事情 所以呢 海權的能力代表 該國的經濟實力 海軍到達的地方 就可以得到那裡的利益 那中國 在南海部署 航空母艦 潜水艇 海軍的意思是什麼 越南我告訴你 這個 這個地盤 我的 你想怎麼樣 就像黑道一樣 在畫地盤 這個地盤是我的 你想怎麼樣 結果 他們把981 那個專有平台 稍微往前靠一下 越南就跳腳了 我來來來來 一起打 來來來打看看 美國就第一時間怎麼樣 美國的態度很重要 美國第一時間怎麼樣 我挺越南 有沒有 我挺越南 菲律賓每次都 因為菲律賓的戰力很差嘛 好啦好啦 都補一些 那個武器給你了 我幫你打好不好 交給我 交給我 我來處理 交給我們美國人來處理 要不然他要把60%的軍力 海軍 海軍跟空軍 好 我們來討論這個 釣魚台的主權 這是利益 好 釣魚台的主權 和平生效 交戰國雙方 簽訂和平生效後 才算是 終止戰爭狀態 終止戰爭狀態 那國際間到目前為止 有間隔諸島的領土主權的條約 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1895年的4月17號 馬關條約 跟1952年的4月28號的 舊軍山和平條約 除了這兩個條約之外 誰還有證據說 還有別的條約 跟有關間隔諸島的有沒有 有沒有人 有沒有 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應該沒有了吧 就這兩個而已 好 中國很奇怪 他們就很無理取鬧 你跟他講道理 你跟他講法理 他就給你顧左右而言 他就給你跳 給你跳到別的事情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談馬關條約 我們不要談 談舊基障合條約 我們講歷史 我們不要講這個 我們講歷史 那簽這個條約 幹什麼用的 好 好 他們說 有一次我跟我的儀仗 在那邊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的儀仗說 這個台灣的歷史我熟 我前讀書的時候 台灣 只借給日本50年 這個條約 這是原文 這是中文的原文的條約 翻譯的 我們看 而且他說 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讀前讀書的時候 歷史是說 日本竊取 台灣 他說用偷的 你們看這個條約是用偷的嗎 這邊寫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就好像我們在跟人家簽約 有名有姓 是誰 是誰 有身分證字號 要確定你這個人 那大清帝國派誰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派誰 秦才投誠 全權大臣 太子太傅 文華店大學 四北洋 通商大臣 直立總督 一等數以伯爵 李鴻章 好長的頭銜 他跟他的兒子李金芳 日本是誰 一騰博文跟 陸奧中光 這個如果還說是用偷的 我實在是 不知道怎麼 怎麼跟他們溝通 好 我們來注意看第二款 他說台灣是被偷的 第二次是借給日本50年 我們來看這邊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並將該地方所有的堡壘 軍機工廠 一切的公共文件 怎麼樣 這次寫什麼 永遠讓於日本 這是條約 不是我們自己隨便的主張 這是條約 雙方看過研究過之後 可以接受 重點 二 台灣 這是第二條的第二款 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島嶼 各島嶼 澎湖不算 澎湖已經直接列在這裡了 名文直接列在這裡 所以 那個台灣附屬群島 不包含 澎湖列島 那 請問大家 什麼是附屬島嶼 三仙台算不算 算了 三仙台算島嗎 綠島嶼算不算 那綠島嶼的話 就大家就不會有什麼爭議 什麼 那個叫什麼 我們最北邊那個什麼雨去了 怎麼突然忘記 那個釣魚的 不是那個基隆在上面那個什麼雨 彭加雨啦 彭加雨算了 就這樣而已嗎 附屬島嶼是這樣而已嗎 對 好 為什麼 好 跟他講 為什麼 連釣魚台都是我們台灣的附屬島嶼 當初 我們剛剛看那個馬關條約嘛對不對 它是怎樣 當初畫是 沿著中國的領海 以東的所有的島嶼全部要讓給他們 那為什麼台灣是 釣魚台是台灣 你們看這個板塊有沒有 有沒有至於看這個板塊 對不對 這個板塊是台灣的整個 棚架 那這個是 琉球的板塊 它有兩層有沒有 那事實上 那事實上 釣魚台的距離 比這個 宜納國島的距離 還遠 為什麼台灣不能主張 宜納國島 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是屬於 沖繩島的 就是因為這個板塊的關係 OK 這樣了解 這樣應該沒有爭議 OK 那當那個 第二條的前面 描述的是說 遼東灣原本也是要割給什麼 也是日本的 遼東半島 跟朝鮮半島 是整個這樣切過來 沿著這個海 林海 切掉 只是這邊沒有什麼 島嶼 要不然的話 這邊的島嶼也算是 一直到這邊 南海 一直到這邊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雲納國島 120公里 釣魚台 到從基隆到釣魚台是 190公里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主張 這是我們的 附屬島嶼 反而 主張更遠的 釣魚台是我們的 島嶼 原因就在這裡 要不然你說附屬島嶼是什麼 龜山島嗎 龜山島嶼 OK 好 第二個條約就是 旧金山和平條約 的第二章領土的部分 領土放棄 我們 朝鮮 韓國跟台灣的命運大不同 條約寫得清清楚楚的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二條的第一個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並放棄朝鮮 包括是 周濟島是不是 好 請求請 是直接的 現在韓國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還分了南韓 北韓 我們的命運大不同就在這裡 人家在當年就已經怎麼樣 承認他們獨立了 黑命我們台灣只有被放棄的階段而已 放棄沒有割給誰 這邊沒有割給誰 日本放棄對台灣 澎湖之所有權利名氣 以請求錢 沒有講領土錢 沒有 主權 就是 可以賣的東西啊 一些 像如果是故宮的東西是我們的 他就可以請求啊 那些古董啊什麼之類的 對 或者是對台灣的請求 所以他們日本對台灣的時候 只能閉嘴 你真的說 台灣是我們的 但是我不能講 放棄的意思在這裡 所以他沒有到割讓的狀態 沒有被割 因為你要割讓的話 應該是直接 像美西戰爭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的時候 他們割了什麼 菲律賓 古巴 波多里克跟關島 直接寫 西班牙承認 菲律賓 割給美國 作為殖民地 割關島給美國 波多里克給美國 唯獨古巴 放棄 不是沒有割給美國 後來 美國就幫古巴怎麼樣 幫助他成為什麼 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狀態跟我們很像喔 是不是我們有機會 對 那我們要走那條路 要走正確的道路 絕對不要搞 這個郭雨昕 郭雨昕 千萬不要走那個錯誤的路 會搞死你自己 好 就金山和平條約 清楚的規定 第二 B條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但是沒有指定 收受國 也就是說 1952年4月28的時候 台北條約那個受也同時生效 不是不是 也在那邊簽 那時候簽署的 完畢的 那時候日本人願意 怎麼樣 把台灣 割給中華民國以德抱怨 為了要 為了要感謝蔣介石對日本的以德抱怨 那後來 後來 美國不同意 美國在救濟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就把他怎麼樣 保留了 那時候日本人那時候因為戰敗了 無條件投降 什麼叫無條件投降 你要什麼我通通給你 什麼叫和平條約 這個叫做 和平條約就是不平等條約 只要戰勝國 征服國 說我要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不要囉嗦 要不然再打一場 要不然再打一場 沒有辦法 打不下去了 那個天狂之豪 好啦 你說什麼就給你 然後呢 日本人說要不然我割給你 可是救濟山和平條約說不行 你們不能割給他 也就是說即便日本願意 割給中華民國 這也是違法的 為什麼 這個會違反萬國公法 也抵觸了救濟山和平條約 也就是條約如果衝突到萬國公法 那個條約就失效 無效的 無效條約 好 我們再看看第四條 B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 澎湖有處分與支配權 好 知道了 所以台灣 說我們有東沙 我們有太平島有南沙 那算美國 也是美國說了算 美國說 開采就開采 其實像 我記得好像 台灣也有石油 後來 台灣那個講 那個中華民國想要開采 就被美國人阻止 你們沒有權利幫我們開采 因為你只是代理我們佔領而已 所以權利在哪裡 美國軍 軍事政府對台灣的 怎麼樣 處分錢 第二十三條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已經 白紙黑色 清清楚楚的 奇怪 他們就有辦法跟你講的 我真的服了他們真的是 好 耍定怕蟹 老虎在山上被打死了 好 這樣 其實我們用這三條就主意怎麼樣 證明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什麼了 也不要去找什麼 東想西想都不用 就是很明確 那就好像 這舊金山和平條約 難道可以不遵守嗎 連美國總統都要遵守 為什麼 這就是 律書長他們抓到了這個重點 美國是人權律國的國家 我不要跟你談政治事件 我給你談人權 我給你談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們沒有履行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內容 所以 美國的司法院就當然就 判說 你們美國 你們必須要負責任 人家告你人權 台灣人的人權也要顧 人不在意多少 而是在於怎麼樣 只要是牽扯到人權的 美國人都要怎麼樣 出兵 出兵都要打 更何況這個土地是你們 美國佔領的區域的土地 這個叫做 美國的海外 未併入國土的領土 這算 台灣算是美國的 領土 但是並沒有併入到 他們美國的國土 佔領區就算是他們的領土 所以他們有管轄權 有任何的權利 這邊有寫的 有任何的權利 有自配權 怎麼樣 處分權都有 美國就要怎麼樣 負責到底 不是說美國人 人家說他是壞蛋 沒有錯 我也承認 他們如果什麼都講利益 也對 他直接跟他講說 不符合美國利益 我們才做 不符合美國利益 我們就不做 沒錯 那你又能對他怎麼樣 對不對 你又能對他怎麼樣 你拿他沒辦法 誰叫他是帝國 他們超級強國 連中國也不敢對他這樣 連普丁也只好乖乖的 被他們怎麼樣 處罰 你看那一次有沒有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那個事情 美國人不是跟歐洲就聯手去把他制裁嗎 普丁只能在那邊 槓狗而已 什麼也不行 所以中國也怕被美國制裁 好 再來 第二十一條 中國 戰後應該得到的優惠措施內容 台灣以澎湖沒有包括在內 也沒有 連南沙群島也沒有包括 釣魚台都沒有包括 第二十六條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即便日本願意 把台灣割給中華民國也不行 為什麼 這邊就 美國的旧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就已經留了一手 這一手在哪裡 日本可以單獨以衛備邀請 為什麼講一位被邀請 因為中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沒有被邀請簽署 因為那時候的 產生了兩個中國 所以不知道要請哪一個中國 所以就沒有邀請中國 那可以 可是日本可以單獨跟什麼 沒有被邀請就是指中華民國 簽署和平條約 之國家簽訂和平條約 條件不得超越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就是說 我們兩個講好就好了 這個吃香壽壽 老講這個台灣給你們 不行 絕對不行 美國人說 不行 你因為怎麼樣 這邊很清楚規定 有沒有 我們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取代我嗎 還是怎樣 我們才是怎麼樣 我們才有處分權 他們那個 中國沒有處分權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講這個都是有所本的 也不是亂講的 也不是自己主張的 有些 台獨分子 他就會自動主張 住民之決 我們來辦公投 解救 解放台灣 有一次 太陽花學運那個領導是誰去的 林非凡跟陳 陳偉廷 的核心的幕僚 一個很 也算是老台獨了 跑到我們家 他就問我說 怎麼樣 就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兩個菜點吵起來 我說你依據什麼 你不要信美國人 美國人那個 壞蛋 怎麼樣 壞蛋又怎麼樣 權力在他手上 我說那你用什麼方法 你告訴我 住民自決 怎麼樣 你找死 你根本 你這個自尋死路 你這個中了中國的那個 那個圈套了 因為為什麼 台灣被中國 中國可以動用武力來打台灣 只有一個 一個可能 就是 中華民國在這邊搞獨立 我不管他用什麼國 他說中華民國不行 我們搞台灣國 不管 反正你中國人在這邊搞獨立 就不行 美國說 打 他因為中國人要 這是中國的內戰嘛 所以美國人不能參與 你們打 打完不要破壞我的土地 你們可以在外面打 不要在我的家後院打 好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這個 這個概念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好 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然後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再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感谢观看